余震遥不停连新北市新庄的公寓顶楼 他们的水塔都倒下来 而这一倒是造成整洞的住户 他们居民是没水可用 水塔倒了下来 里面还剩下半缸的水 这一整夜大半桶全部流光光 剩余的恐怕也很难让住户接回家用 不少人在睡梦中被震醒 更有人听见巨响之后 赶紧跑上顶楼查看 而这一幕简直杀眼 水塔经不起连连余震 倒塌之后撞得扭曲变形 东倒西歪 他咬一下子而已 咬一下子之后他就倒了 就听他蹦一声 之后没有 我就想说应该也是水塔那边 因为水都后面都倒下来的 就撒下来比那个雨还要大 23号凌晨2点多 新北市新庄联合市民活动中心附近 这处联动公寓受到了地震的影响 水塔倒塌 居民就表示前阵子公共区域 在做防水工程 公用水塔暂时放在这栋公寓屋顶上 防水工程已经做了三个星期 没想到遇到地牛连连翻身 连带原本的自用水塔也受损 至少八户停水 凌晨2点26分发生瑞士规模6.0地震 新北市就有三集 接着一整个晚上余震不断 屋龄40年的劳公寓也跟着摇不停 受灾户晚上没有睡好 醒来发现没水可用 这一整夜不得安宁 TVBS参媒讯的一节 新闪走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